热情的帛琉舞者 透过舞蹈呈现出 南岛文化的生命力 为台博旅游泡泡揭开序幕 2 1 帛琉总统会数人 协同夫人和台湾副总统赖清德 外交部长吴钊燮 以及其他的贵宾出席 共同为台博旅游泡泡 启动仪式进行剪彩 我们非常肯定 我们也非常钦佩 国流的勇敢 站在世界的价值这一端 未来我们都应该要 共同去追求民主的价值 也共同追求和平 共同追求繁荣 位于西太平洋的岛屿帛琉 全国总共有340座的岛屿 总面积约466平方公里 属于热带雨林气候 同时也有着相当丰沛的 海底生物景观 每年吸引无数国人前往朝圣 为相当知名的度假圣地 旅游业者盼到了契机 推出台博系列行程 摊开来看 果然充满着热带岛屿的浓厚气氛 从陆地玩到海底迎接夏天到来 台博之间因为疫情控制得当 促成了全球首发的旅游往来 相当难得 热情的舞者抓着难得机会 和副总统赖清德合照 展现出热情 台博观光初期规划 每周两团 采团进团出的方式进行 透过绿色通道的概念 让首航之旅称为全球关注焦点 两近卫视张成黄胜泉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